接下來的話 其實同學提到問題 其實想法都ok 其實有的時候你可以再來就觀察資料啦 其實 這些地方的話有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法 其實你們可以針對這裡面找出一些特徵吧 比如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出現 ok 那這個資料跟我們要的資料又有什麼不一樣 你會發現這個他一定是中瓜湖開頭 中瓜湖結束 這個也是中瓜 那如果說我要讓他不一樣 我要看他哪裡不一樣 中瓜湖加後面一個字 如果我是要假設中瓜湖加一個小魚的話 那是不是就跟他不一樣 那找到的話 勢必就不會找到他 會找到他 那就不需要邏輯判斷 所以如果我們用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怎麼呢 如果 我不要用剛剛的方法 我把他恢復好了 我mead 假設到這邊 find 豆點 豆點前面嘛 我把他剪下來 假設我原來是這一串公式 我把他恢復 打夠一下 如果用這個方法 向下填滿中文或英文開頭的字 就會被出現 所以我們換個方法 也許怎麼樣 那我就不要去找那個 只是單單找這個中瓜湖跟後瓜湖 而是找什麼 找他的 中瓜湖加一個什麼呢 小魚 跟找什麼呢 找結束的位置就找什麼 大魚加上一個中瓜湖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跟別人重複了吧 OK 所以其實也許你可以換換個方式找 如果方法二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如果我用方法二的話 看好不好 OK 如果我們方法二 我不改邏輯喔 我就直接在這邊加一個小魚 那如果找到小魚的話 一樣是這個 一樣加一 OK 然後呢 找後瓜湖的位置的話 後 這把那個 後瓜湖的 這個後瓜湖 後瓜湖前面再加一個大魚 OK 然後呢 基本上就會找 所以這邊就不用簡易了 因為會找到前一個字了 所以就因為變成說 你如果他本來會 減一的話 那就把這個減一拿掉 這樣的話呢 把它打勾看一下 OK 也是一樣 所以我剛剛做了一個修改 什麼修改 就是Fy這個地方 有沒有 加了一個小魚這個地方 第一個 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把那個 後瓜湖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這個這個大魚 加這個啦 就等於找這個 然後後面的話就不用再減一了 有沒有 後面本來有減一嘛 把減一拿掉 把這個把它刪掉 改三個地方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如果換個方法 我也實際上呢 就不用說還要再用個邏輯判斷 也不用Labs 如果 所以相對的 這個方法是不是應該比較簡單 我們看一下結果會不會OK 如果把它向下填滿的話 那剛剛那些設定那些有沒有 會不會出現 剛剛會出現 現在會不會出現 往下捲動 有沒有 還沒到嗎 因為這個是 有一個 現在在那個默默 那個 你們默默那個 那個什麼 電商 電商 電商公司上班的一個學生 他給 問的問題 我把他拿來 當成是上課 我覺得這題目還不錯 他每天都要抓這些東西 然後去把他要的東西抓出來 問我說他每天都塗髮鏈鋼 他就說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那我就提供給他這些 這個方法 怎麼 剛剛那個設定 其實應該都是正確的 變成說本來設定 他就不找了 他就往後找了 設定 他就往後 他就不找這個了 所以他就往後找了 剛好找到他要的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但是會有個問題 後面他變成說他多找了這些東西 他怎麼這些 不應該出現的也出現了 喔 對對對 剛剛 這邊啦 有沒有 這個要改 對 少露了一個 有沒有 這邊也要 不然的話呢 他變成說 他的頭有 尾巴沒有 所以基本上就是 1 對 他就不會去算那個 他就變找到那個 錢瓜糊的位置 OK 所以特別重要就是 這個一個 兩個 然後減1刪掉 這個 4個地方嘛 本來這邊有減1 把減1刪掉 這樣的話呢 有4個地方 把它變更 就會 很快的把 剛剛的東西就不需要再重 重新做 這個方法2 OK OK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待會就要來看有關那個VBA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 不過當然後面呢 我們現在是第1階段啦 就是我們先抓一個就好了 可是 後面其實還有一些題目是裡面有兩個的話 那如果兩個 當然你可以想想看 在 用Excel的函數來做的話 變成說你要fine的話你要繼續往下fine 把第1次找到位置繼續往下找 往下找 所以如果用那個 Excel的函數來做 即便辦得到啦 但是也非常 複雜 所以這裡也許我們要用VBA來寫 那這個因為 難度比較高 所以也許我們就下個禮拜再 再來跟各位說 因為剛剛有同學也蠻 很想要知道 真的如果你會這個方法的話以後你工作就非常輕鬆 像這個是在 我剛剛跟各位講那個MoMo的那個 電商公司上班的 他每天都要處理一堆資料 OK 如果像這些資料如果假設不會用方法的話 那你這每天都做這些事情 土法鏈剛就做不完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可以用方法2 方法2